李总监 我想知道 咱们盛宏招聘人才的标准是什么 所有人都知道 前两天 他在那一展上抄袭了我的作品 像他这样没有职业道德的人 怎么能进盛宏呢 李总监 你把这样的一个人招进盛宏 业界怎么看待我们 你想过没有 拼用李小姐呢 是总裁的意思 朱小姐 你要如果有疑问的话 可以直接致电总裁办 李小姐 这是您的座位 谢谢您 总监 真是不可思议 总裁怎么能招这种人进公司呢 对啊 那天设计展上总裁是在场的 我那天听楼下柜台小姐说 总裁还给她买过衣服呢 难道她和总裁是那种关系 看得出来啊 这个名额还真是不简单 您好 小姐 您是 我是李彦书 你这是新来的李特书吧 这几个样式可以相当生产了 好的 谢谢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你好 设计部 黎特主 他现在不在办公室 开会 好的 好的 我会找到他的 有没有人看见黎特主啊 嗯 黎特主 总裁办了来电话让你上楼开会 几点 两点 现在几点 两点 不好意思 我没找到你也没你的手机号码 没关系 没关系 七夕节是下一季度的重要节日 促销活动出了每年的常规活动 本次我们还推出了特别针对情侣的抽奖活动 说完了 是 以上是全部内容 对啊 我在上次会议上说的话 你听进去了 这 我说过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要站在集团战略层面想问题 你的畅销计划书为什么丝毫没有体现 集团在新闻网站投入了大量现金 目前真以最大的一度对外推广 正是营造口碑的时候 你们做营销计划的时候 我们不愿意考虑一下 将商品和网站相结合 用牛肺的产品 代替赠品和将军 你们脑袋都是石头做的吗 每年七夕节 抽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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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下 col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个季度的主要工作内容是 你干什么 这组内衣样品马上就要下单生产了 为什么会在这儿 是我拿过来的 样品出现了问题需要全部重新打烊 有什么问题啊 从剪裁到材质全部都有问题 这组样品都是经过总监签字确认的 你说有问题就有问题啊 要是耽搁了交货日期 你负起责任吗 我负责 以后所有的样品没有我的同意不许生产 你现在马上把这几件样衣拿去重新打烊 不许出现蕾丝和钢圈 这组内衣的设计风格就是要蕾丝的浪漫效果 你确定要跟我讨论设计风格 立刻重新打烊 没有我的认可 绝对不可以下场生产 摆得更好 就这应该可以下场浪漫效果 感谢观看 就可以了 舒适 李延叔 hear me out hear me out